好的,就是可以发现在过去两个星期,就是航生几书做的走势非常的亮丽,而它曾经创作一个一年的新高的水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最近一两天它开始出一些一个回调,而我觉得由于之前的胜幅太厉害,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它未来可能调整的机会比较大一点点,短时间之内我会看它调整的幅度可能会达到二十天平均线,大概两万一千四百年左右的水平,而如果问我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代表这个航生几书已经这个盛势软件的矿, 我觉得暂时还不能够做决定,所以短时间之内我觉得投资者在二十一千四百点左右的水平再做一个决定会比较好一点。